即日起調升中國大陸及香港澳門旅遊警示 燈為橙色燈號 建議國人避免非必要旅行 對案公布懲治台獨22條令 揚言最重可判處死刑 此消息一出樂會出招 提升我付對案警示燈號 付入港澳的需求 建議應該避免觸及或討論敏感議題 避免拍攝港口機場 避免攜帶政治歷史 宗教等書籍 政員一早也出手 聲稱民眾應該審慎考慮 前往中國的必要性 對比美國2023年 同樣因為中國國安法不確定的風險 而提升旅行警示 對會這樣比較 對台灣的影響我覺得 可能會比美國人還要來得大 對這個狀況視而不見 好像沒有發生過這個事情 那這個是政府單位的失職 只是我付大陸旅遊的燈 一連跳三級只橘燈 這突然的宣布恰巧搶在29號 大陸福建出發的採線團 還早兩天 據我知道他們目前的 還是照原定計畫 我們很歡迎 儘管陸委會也在強調 歡迎大陸團來台遊玩 但看在在黨立委眼中非常擔憂 兩岸劍拔奴裝態勢加劇 恐怕會持續亮起緊張的紅燈 陸委會發布橙色警戒有其必要 你不要發橙色警戒 你趕快直接宣布這個 漢賊不兩立更快 中國旅遊的確是要更加謹慎的呀 對未來希望維持兩岸的和平穩定 大家會非常的有疑慮 兩岸關係持續緊張 民間交流不禁反退 我與對岸把善意掛在嘴邊 但實際互動卻見不到春暖花開的那一天 多謝老祖黃建偉 電視好劉教在台北採訪不到 OK